第一课 简单的爱情 课文一 孙岳和王靖聊王靖的男朋友 听说你男朋友李靖跟你是一个学校的,是你同学吗? 是的,他学的是新闻,我学的是法律,我和他不是一个班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认识的,我们班跟他们班比赛 他一个人踢进两个球,我对他印象很深,后来就慢慢熟悉了 你为什么喜欢他? 他不仅足球踢得好,性格也不错 生词 法律 俩 印象 深 熟悉 不紧 性格 专有名词 孙岳 王靖 李靖 课文二 王靖跟李老师聊他要结婚的事情 李老师,我下个月五号就要结婚了 你是在开玩笑吧? 你们不是才认识一个月?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从来没这么快乐过 两个人在一起,最好能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经常一起打球,唱歌,做菜 看来你真的找到适合你的人了 祝你们幸福 生词 开玩笑 从来 最好 共同 适合 幸福 幸福 专有名词 礼 课文三 高老师和李老师聊结婚后的生活 听说您跟妻子结婚快二十年了 到六月九号,我们就结婚二十年了 这么多年,我们的生活一直挺幸福的 我和丈夫刚结婚的时候,每天都觉得很新鲜 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但是现在 两个人共同生活,只有浪漫和新鲜感是不够的 您说得对 我现在每天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有很多问题 只有接受了他的缺点,你们才能更好地一起生活 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 那什么是浪漫呢? 年轻人说 浪漫是他想要月亮时,你不会给他星星 中年人说 浪漫是即使晚上加班到零点 到家时,自己家里也还亮着灯 老年人说 浪漫其实就像歌中唱的那样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其实,让我们感动的就是生活中简单的爱情 有时候,简单就是最大的幸福 商词 羡慕 羡慕 爱情 星星 即使 加班 量 感动 课文五 说到结婚 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爱情 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 但两个人共同生活 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 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 我丈夫是个很幽默的人 即使是很普通的事情 从她嘴里说出来 也会变得很有意思 在我难过的时候 她总是有办法让我高兴起来 而且,她的脾气也不错 结婚快十年了 我们俩几乎没因为什么事红过脸 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 伤词 自然 原因 互相 吸引 幽默 脾气